居神 下意识地又放慢了脚步 就差没招手邀请人家追了 结果根本没人理他 居神挺茫然 但总不能见到再回去领死吧 于是郁闷着带着老雷大雷转移 眼见就要出了这条街道 迎面走来一人 腰部以上的部位 如肩膀脑袋 全部是搭了着 有气没力的 在路上走着 那模样仿佛随时就准备 趴地上去 对于讲求均荣均资的居神 他们这些退伍老兵来说 这人没骨头的样子 着实让他们反感 忍不住 眼望着这人多看几眼 结果越走越近 这人每挪几步 也是需要抬脑袋看看路的 这脸一抬起来 居神三人又是一哆嗦 连忙严阵以待 同时心里纳闷 这人怎么来了 这能让居神他们都心里一哆嗦的家伙 正是在白墨酒馆内外 把他们折腾得够呛的顾弦 顾弦家点虽然没有全敏 但速度也绝对不慢 四十多级的他 在敏捷的投入上 比百世经伦还要多一些 在居神他们撤离开往牧师学院后 虽然不能像顾飞一样 绕远都到他们前面 但如果想追上来 也是相当轻松的事 但这家伙实在是懒 他这种懒已经不是怕累 游戏里耐力持久 哪那么容易累 这人的懒根本就是不想动他 要不是留在那酒馆实在不知道干什么 他会不会挪不过来 那真是个大问题 但眼下他虽然是来了 但一路磨蹭 等他到这边架早打完了 这一抬头的功夫 也看到居神三人 他记性也真是不错 还记得三人 点头招呼了下后问道 就上你们三个了 居神三人尴尬呀 这个问题实在不想回答 而顾贤看起来也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立刻转入下一个 那牧师呢 叫红尘笑笑的 红尘一笑 大雷忍不住纠正了一下 哦 红尘一笑 名字都这么长 累不累啊 顾贤嘀咕了一下 后才问 他人呢 三人也不知如何回答 只是都下意识地 往了牧师学院那边一眼 这本是他们的营救目标 但眼下任务失败了 怎么再复活点不出来了 顾贤看懂三人眼神里的意思 一边嘀咕着 一边就走了过去 把三人晾在了街边 我们 老雷望着居神和大雷 走吧 居神咬牙 不走还干啥 都没人搭理他们了 我来了 顾贤走到这边人群里 朝顾飞招呼 打完了都 顾飞说 那牧师不是还没走吗 顾贤说着 就朝牧师学院门口去了 这时PK结束 围观党也正在散场 从牧师学院里 卖不出来 各奔东西 见鬼和黑水 本是前行在门口 在如此人流下 也藏不住了 在拥挤中 被蹭出了身形 叶小五和老吴小陈 原还想着 是不是 趁这乱劲儿 也蒙混出去 一看这二人 现出身形后 依然 眨也不眨地 瞪着他们仨人 连围观党都瞅出 三人似乎 有要出来的意思 连忙又停下脚步 想看看他们被杀 三人一看 得就不出去领死了吧 连忙又回复活点里 歇着去了 围观党挺遗憾的 就这么撤了 顾贤这时也终于挪到了 那牧师学院门口了 胳膊抬起 支在了剑鬼肩膀 对着叶小五吆喝 怎么不出来 剑鬼扭头 一看搭自己肩膀的是这家伙 也有点诧异 俩人也不过一面之缘 哪有熟到这份上 但老是厚道的 见鬼当然也不会说什么 只是觉得 靠 这肩上的分量 怎么越来越重了 这家伙是把自己 当强了吧 叶小五看着眼前这个 酷似顾飞的家伙 说不出话来 这时顾飞 寒家公子 建南忧等人 也陆续堆到门外来了 只叫嚣着 让叶小五快出来平衡他们 叶小五快吐血了 人都在这儿了 寒家公子左右打凉着 雨天还没回来 又割舍 众人沉默 寒家公子左右打凉 谁去接一下 我去吧 浇水请婴 同职业的比较喜欢 互相关照一下 好 寒家公子点了点头 问雨天神明 在哪儿呢 马上回来了 雨天神明还在坚持 说坐标 然后别动 寒家公子 哪有耐心和他这儿好啊 雨天神明抱上坐标 然后道 狠近了吧 去你妈的 寒家公子骂 末了告诉浇水坐标 浇水也很郁闷 他咋跑哪儿去了呢 说完跑去接人了 雨天神明所在的位置和牧师学院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不知道的人绝对猜不到他是在想去牧师学院迷的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众人鄙视了一会儿夜小五 夜就没意思了 询问寒家公子下一步计划 经此一役 剑南忧他们对寒家公子也服了 这人没当对手实在是太幸运了 公子精英团有这么两个变态 难怪可以六升一百 赢许拥兵团对抗赛的冠军 这靠的恐怕真是实力 不是运气 剑南忧七人众虽然也挺自信 但你说让他们对抗一百人 他们真没这么大的信心 接下来 寒家公子想着 问了夜小五他们一句 你们下馅吗 三人郁闷不答 你们如果不下馅 你们的兄弟还会来营救你们 那我们可就再受埋伏了 你问问他们敢来吗 寒家公子说 即将法对我们没有用 吹石般老兵还挺沉稳 不是激将法 寒家公子鄙视 就是问一下还来不来 我们这儿还有人赶着下馅呢 还早呢我不挤 顾飞连忙道 众人都忘了 现在也就是顾飞 还敢给寒家公子的讲话添点乱了 结果这边百事经轮凑了出来 我今天有事 是得早点下呢 真是好同志 寒家公子十分欣赏 随后又望向复活点里三人 来不来给个话 看看这有人等着呢 如此态度有谁能爽啊 当然站在寒家公子这边的精英团成员 和剑南游七人众是很爽的 不过圈里那三个就各顶各的郁闷 这话你说哪好意思当传话筒去传达给断水舰他们呢 事实上 寒家公子口头上这些只是他习惯性的挑衅和鄙视 队伍频道里大家倒也是端正的在谋划下一步该怎么办 断水舰他们还会不会来 这不用问 都知道这帮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朋友丢在复活点就不管了 如果是寒家公子领的团队的话 倒有可能这么觉醒 大家坚信 相信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没有牧师的弊端 下一次来恐怕不会再正面对抗了 我断定他们将利用弓箭手的远距离攻击优势来和我们周旋 远远的对我们实行骚扰 寒家公子说 那样我们也不怕呀 他们的攻击并不高 由于在场的各顶各的高手 装备优秀 居神他们的攻击也被判定为不高了 事实上 他们的攻击力虽不顶尖 但也不至于说不高 这不高实在是相对而言的 难道就这样死后 林木森森忍不住道 他平时是很少开口的人 此时却也意识到 这个不怕是建立在他们有牧师回复的基础上 如果到时开始这样的不怕 他们三个牧师势必会辛苦得非常 就是 这样太被动了 刀香木说 嗯 寒家公子点头 公子 精英团 诸人 吓了一大跳 曾几何时 寒家公子也会对别人的意见 如此轻易地点头了 笔师在哪里 笔师很快就来了 寒家公子 寒家公子望着京城一团的几人 笔师的道 老子也是牧师 显然这家伙 也不想别人都悠闲 而他们牧师这么辛苦 但他们的弓箭手移动都很快 要对付的话 又哥说了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方的弓箭手移动起来 他们这边就算是顾飞也勾腔 毕竟人家是敏捷优势职业 羽天神明这样的同优势 或许可以快他们一些 但这样就又有个很残酷 羽天神明等人也很不想接受的现实 他们不是对手 寒家公子甘笑了几声 看着一堆人一筹莫展的样子 公子精英团的人都沉默了 这个家伙显然又是早就有主意的 牧师学院数十坐标区外的一片小广场 断水箭等人集结完毕 这一意已经可以拿全军覆灭来形容了 仅存的三人 三人很清楚 对方后来没动手 如果那个格斗家在街头出手 对他们拦截一下 后面的追兵在支援 老雷大雷两个壁挂 狙神能不能靠速度逃脱 也是五五之数啊 同志们啊 要正视你们的对手啊 游戏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断水箭讲话 众人沉默 同时还有点惭愧 其实从这些老战友一进游戏起 断水箭就有提醒过他们 游戏里有游戏的规则 不要因为自己熟练掌握着系统的战斗技巧 拥有长期积累的战斗经验 就不把普通玩家当回事 普通玩家同样有他们自成系统的战斗技巧 拥有他们的游戏经验 老兵们并不高傲 对于网络游戏这个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大家还是很谦虚的 只是这个游戏运用了全息模拟 这让他们上手起来比较轻松 全息模拟技术运用到网游里是第一次 但这项技术的诞生可要早许多 而且最初运用这项技术的就是军方 那时断水舰他们都尚在服役 都接触过全息模拟环境下作战演示 这份体验普通人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个先天优势帮助老兵很快地融入游戏 不过对于断水舰的提醒 大家还是很上心 起初大家非常在意观察其他玩家游戏的方式 打法的方法 但看来看去 实在看不出这些人比起他们能有什么优势 他们的战斗技术是那么的粗糙 完全不可能是他们这些 神经百战老兵们的对手 渐渐的 老兵们就开始有些不当回事了 觉得以自己的技术 应对这个游戏绰绰有余 时至今日 终于是吃了大亏 早上尚且可说经验不足 在接受苹果醋的紧急指导 好多地方大家都有恍然大悟感 但晚上一 却比早上败得更惨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充分的进步 谁知道却是对手更加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弱点 而他们从苹果醋处得知的一些内容 当运用到实战中时 才发现总是会慢几个节拍 虽是游戏 生死却也是一瞬 几个节拍的延迟反应 死多少回都够了 老兵们现在总算是恍然的 游戏里的经验也是经验 尤其实战经验 这种东西根本是交不出来的 必须在实战中自己积累 同志们啊 与其强行在游戏里寻找自己擅长的东西来适应自己 我们更应该在游戏里发掘更加有效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士兵应该去适应战场 怎么可能让战场反过来适应自己呢 断水剑继续说着 他游戏醉酒的确对这些最有体会 老兵们漠然一片 的确 身处游戏 他们的战斗意识 战斗习惯都必须根据游戏规则进行改变 不改就会成为对方攻击的漏洞 就像今天这样 居神此时更是脸堂发烧 断水剑的话 他觉得仿佛在特指他一样 因为他是最频繁抱怨游戏里的弓弩如何如何 如果给他一支枪他能如何如何的 断水剑说得很对 身处这个战场 那就只能寻求如何将弓弩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而不是妄图寻求一个堪笔狙击枪的装备来配合自己 经验需要长期积累 不可能一蹴而就 断水剑说这些也只是希望可以纠正一下战友们游戏的态度 用合适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现在的游戏 有些东西只要意识上有了调整 变化就会很大 他终究还是相信他们这般老伙计的战斗素质的 行了行了老段你别废话了 咱还是赶紧合计合计 怎么把老吴小陈他们营救出来吧 游戏里吗 况且大家也不做大兵好多年 没那么森严的等级制度 现在就和普通玩家团队一样平起平坐 没了当年那种上下级之间的绝对服从 还有个事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战斗中啊 统一的指挥还是必要的 现在咱们还是有点杂乱 哪个有意见就听了哪个 不是我说 连普通玩家都不带这样的 对方那团队大家看到了吗 那个长得女人一样的牧师 就是他们的核心指挥 除他意外 你们见过其他人发出过什么指令吗 断水剑说 老兵们战斗中 断水剑和居神发指令比较多一些 而其他人一旦有什么呼吓 大家也都下意识地遵从 事实上 他们现在集结的这批人手中 他们当年的大领导并不在列 否则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大家绝对会习惯性地继续听从老领导的指令 现在一票人都是一个级别 真说不上谁领导谁 断水剑这话 也再度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统一的指挥这很关键 即便现代战争很强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 但在网游中 大家都看到了 这游戏里的战争其实挺不现代的 自成一派 所以有个统一指挥依然必要 这没啥说的 老段 这就你吧 大家纷纷说 战斗水平大家不相上下 但断水剑胜在对游戏比他们熟弱 的确是博二的人选 断水剑也没客气点头道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 你真不客气啊 大家起着哄 之前的失利 倒也没有给他们太深的阴影 还是那话 战败后牺牲的战友依然复活 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这点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对了老段 那个苹果兄弟呢 叫他也一起来呀 大家有什么迷糊的时候 他也可以提点一下 有人提议 那家伙呀 我可指挥不动 他喜欢读来读往的 断水剑说 哦 这可就有点像你呀 有人开始向居神打去 这家伙当年 以经常擅自行事不服从指挥出名 枪法如神战绩捉住 但一个立功勋章都没有 全被他攻过乡底了 若非如此 这家伙未必会出现在退役的名单上 断水剑进行的军事会议 先没急着制定接下来的战斗计划一类的事 而是趁着两次败仗 好生给大家打了一针 连居神这样的刺头的人物 这会儿都觉得断水剑的话很在理 更何况其他人 大家都在用心端正态度 想着怎样杜绝自己的缺陷 大家都用点心 下面我们合计一下 怎么把老吴他们弄出来吧 断水剑说着 口袋里一掏 抖出了一张图 直接扑在地上 哟 这次是要来真的了 作战地图都准备好了 有人又打趣了一句 结果这次却没有笑声 此人一看 一圈战友都已经很认真的 围在图旁细细观察起来 此人连忙收敛了神色 凝神凑了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